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六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航天员陈组将载轨工作生活六个月 任务的主要目的为 验证空间站支持陈组能换能力 实现航天员陈组首次载轨能换 开展空间站舱内外设备 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进行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 进行空间站日常的维护维修 验证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按计划神舟15号载人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互递接模式 对接于天河恒星舱前向端口 形成三舱三船的组合体 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 总质量近百灯 载轨逐流期间 神舟15号航天员陈组 将迎来天舟6号汇运飞船 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计划于明年5月返回东风找路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